我谁肯带过他那些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这一个本地部署SD材料的一个模型训练 以及罗拉训练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中文互联网上 关于SD材料的训练方法 是有 但是一般情况都是一些云端部署 然后有很多人他是不会如何在本地的进行一个部署 可以说你们所有使用的这一个SD材料的这个训练包 都是来自这一个国外的一个人写的 然后他们只是改了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就变成他们的一个作品 所以说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来本地部署这个SD材料的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download 对吧 我们要下载这样一个软件 根据你自己的系统进行一个下载 然后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这里需要支持一个python 3.1 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在这里下载一个python的一个3.1的一个版本 当然最好是下载这一个最新版本进行一个安装 然后我们这两个都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这样一个mini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开这样一个mini 我们在CMD中输入这样一个 然后回车 然后需要进行一点时间的一个等待啊 那么你搭建这个环境之前啊 你还要去安装这样一个软件 再点击一下windows windows10 你要是11你就选11 然后它会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下载包 你进行一个下载安装即可 那么它现在就已经下载到这样一个目录下了 我们可以看到你怎么找到这个目录呢 我们打开这个CMD啊 然后它这一个啊 这里会显示这一个它下载的一个目录 然后它下载的一个目录呢 就是在这里 对吧 如果你这个目录是其他的一个目录的话 你就到你这个目录下啊 找到这个文铃夹 那么就可以找到这一个安装 安装程序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P处理 我们可以打开这里看一下它的这个云代码 那么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时间啊 以及就是你下载的话 如果就是不能下载的话 比方说这样一个 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 建议还是使用这样一个魔法 要不然就是它这样 这东西有可能就是下载下载不了 首先我们准备好你的这一个数据集 我们将你的这个图片给它输入到这个目录 然后这里是一个输出目录 我们可以在这里参考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来进行一个测试啊 一个链单的一个测试 当然如果你有很多单很多张这个图片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录一下 我们将这一个输入目录填入进去 输出目录以及填入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下面的一个反推 然后它会将这个提示时给你反推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可以对这一个目录进行一个检查 这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打标 然后我们这一个打标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链单 那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使用这个软件 首先我们打开这一个批处理 进行一个运行 运行之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在这里可以是保存配置 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这里选择3S的一个保存的一个配置 它可以在这里点击一下 你设置一下名字它是可以保存你上次的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讲 然后这一个它这个是保存的一个图片 图片的话 你刚才的这个图片目录是在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保存一下 选择这个目录 然后这个目录同样的也可以选择它这个目录 或者是在它这个目录下新建 在新建一个目录也可以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图片目录 数据集的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个选择一个大模型 大模型的话 我们这里要使用一个SDXL的一个基础模型 当然如果你想要 想用其他的一个模型进一个测试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这里SDXL的一个基础模型是在这里 当然你使用其他的模型进行测试也是可以 我们下了1P之后就把这个放到你这个SDXL的一个目录 然后选择这个模型 然后这个是一个罗兰最后输出的一个目录 是在它这个程序下的一个Modus文件夹 然后这其他的可以不用改变 然后这里是一个资料 关于资料的一个设置 你一般可以设置为一个16 当然你要是设置为32进行一个测试也是可以的 反正我一般是设置为一个16 然后这里是一个设置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一个微信的翻译功能 或者是使用这一个谷歌的一个翻译功能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要给它新增一个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鬼 教先生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回车 好 然后它这里下面就会显示一个鬼家会先生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这一个 好 我们在这里还是输入鬼 教先生 那么这里输入你这个图片级的这个目录 然后下面的下面的一个设置 我们就可以保持一个默认的一个设置 我们点击一下OK就OK了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训练环节 训练的环节的话 我们在这里全部都可以保持一个默认 当然这个如果你训练的效果 比较差的话你就可以增加这个部数 就把这个部数往上加 如果你训练好的话 就是你觉得就是图片有点就是理合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这个部数给它往下减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不用改 然后这里的话这里有一个1024 你这个设置 因为这是一个SDXL的一个训练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分辨率设置为一个1024 然后这下面的一个东西都可以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设置 你可以就是在这里进行一个放大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含义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里它是一个 就像这一个我们1.5链单的一个工具的时候 它会显示这个样本 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用设置 然后这是一个备份 每多少分钟 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 这个重步 设置为重步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然后我们全部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 这一个训练 那么训练的话 它是要等待一段时间 训练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去 你自己设置的一个目录下 把你这个Lola 训练好的这个Lola 可以给它粘贴到你这个Lola目录下 就可以使用了